那我還是先請那個副部長 國防部副部長 李副部長 委員好 副部長你好 我想剛才我在隔壁那個外交國防委員會 也對這個馮部長有稍微提了一下 我想不只是我們的一些看法 包括很多在軍中的朋友 他們的一些實務上面的看法 那在這邊因為一連串這麼多的委員 這個質詢下來 我還是希望在這邊也在這裡跟您強調一下 那希望你們在做這個改革的這個政策 跟研拟的時候可以納入一些考慮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報告 其實跟前幾次發生問題的時候 大致上講到要嚴加控管 要強化紀律 大概都是這些內容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能夠強調另外一個概念 也就是我想我們這個周遭 有太多這個軍中的朋友提出來的問題 例如說每一次一出事 我們就說這SOP要檢討 檢討的結果可能是又增加了很多跌床 嫁屋更多的步驟 然後把壓力都丟給基層 然後最後成為一種刑事主義 然後變成反而變成一種造假的歪風 這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這個什麼當兵的這個這種從軍的金啊 常常在講這個高莊檢是怎麼樣子去處理的 大家心裡有數 所以我在這邊要說的是說 不要我擔心的是這一次的改革 跟前幾次一樣 提到嚴加控管提到強化紀律 結果是把所有的壓力又丟給基層的軍人 給他更多的控管 更多層層的這一個SOP的關卡 結果他根本就做不出來 所以他就再找出他的新的對策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國防部 整個新政府的這個團隊 在這一個新的這一個 剛開始的這個任期啊 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在一個弊端重生的一個組織裡面 我相信人民期待的改革 就像是一個這個組織 迎接了一個新的企業團隊 新的經營團隊 絕對不是把過去一直發生問題的這個經營方式 再把它更嚴格 因為那個已經證明發生了很多事了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是 整個新的組織文化 新的組織管理 那我們在檢討SOP的時候 不是一直增加關卡下去 而是哪些繁文辱結 哪些跌床嫁屋 哪些只是刑事主義的事情 能審就審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基層的軍人 讓我們的這些官兵 可以真正的focus在做有用的事情上面 是 所以在這一塊 我在隔壁的時候也跟部長說過 在這邊我希望再跟副部長再一次強調 那你們討論的時候 避免變成再增加更多的SOP 因為這個在過去已經不斷發生問題了 然後以一個新的文化來思考 怎麼帶這個組織 那我想這邊就跟您做這樣子的期待啦 跟要求 謝謝委員寶貴的意見 那我接著就請回 接著我想針對今天這個反恐的這個主題來 跟大家 我就不特別請誰上來 我只提本席很深的這個疑慮 因為我想現在的這個版本 有一點誇張啊 現在這個版本不管是黃委員 或是馬委員的這個版本 他幾乎照抄2003年 十幾年前的這個版本 他第七條還寫 由交通部電信總局協助之 已經沒有電信總局了耶 現在是NCC 在2007年曾經還提出過新的這個版本 那個時候結果現在照抄的十幾年前的這個 幾乎沒有什麼改的這個版本 還不是抄到最新的版本 還抄到更舊的 我想這個希望大家在這一個 尤其我們過去參與這個人權團體的這個工作 對於這個反恐的 當然我們一致都希望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如果看美國的愛國者法案 他引起了國內外對於這個人權的保障 隱私還有反恐之間衝突的這個矛盾 所以我覺得在沒有更多的前置作業 還有準備 社會的準備討論的時候啊 不能倉促刑事啦 那我想今天的行政院送到的報告裡面提到的 幾乎是過去幾次行政院也都提過的 包括說現行的法治 在刑事部分已經有針對恐怖行為明定管制規定 也有洗錢防治法 這個貴 現在這個會期喔 現在這個會期也有知恐防治法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這個恐怖攻擊有沒有需要再拉高層級 那有沒有必要再有一個專責的主管單位 有沒有必要再去更疊床嫁屋 在現行的這個法治上面 再去做更複雜 那重複的這一些處理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再仔細的討論 那在這邊我真的很期待 大家不要常常在浪費這種時間 如果說真的針對過去法治局或是其他各界對於這個反恐法 或是說全世界這一種法律的制定有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應該要因應這樣子的質疑來回應 而不是拿過去的版本的時候還拿到舊的 我想我們今天在整理的時候 我剛剛有看到段委員的 剛好也貼了這個文章 這個 我真的有時候真的會覺得我們在這邊討論很多事情的時候 結果討論的是過去已經講過 講完了以後有人提出質疑 結果現在再拿這件事情出來講的時候 又不去回應這個質疑 大家浪費了很多時間 那如果真的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至少把過去的各界質疑 一併的提出一些討論嘛 那我在這裡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不以現在倉促的立法 因為連過去的質疑都還沒有正式的來回應 謝謝